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在立法院面对无党级立委高清素媒直询 要求他要对中国事出善意来创造两岸和平 听到这个说法他很罕见动怒了 只要是美国介入的地方 要不就是为了石油 假借西方民主 然后去残害别人的国家 这样子的一个美国 你希望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 让乌克兰投降吗 我们人民要不要和平 要 我们要不要战争 我们不要战争 是谁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 美国不断地告诉我们挑衅 请他我身为一个2300万 2300万人民资予我的权利 在这里我要要求中华民国的院长 中华民国的官员 挺起你们的腰杆 然后 我的腰杆是挺直的 为了捍卫台湾 摆脱美国 摆脱美国的操纵 我们不要复制日本跟乌克兰 这样子在下场 移美论吗 所以终